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 1933-1937书记 出版社 中华书局这份史料 涵盖了自生活书店 在互创立后 第一次社员大会照开启 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生活书店总店牵制汉口的会议记录 其中记录了生活书店初创时期 在经营管理和日常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决策 其中既有对重大文化史 有研究推进价值的记载 出入最早的民主管理体制在中国的诞生和运行 文学月刊创办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政治打击 书店内部的意见分歧及解决办法 也有对历史事件和现有知识的定证信息 更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是 从会议记录读到的生活书店 也颇具烟火味的鲜活小细节 不少记录页还留存着邹涛饭 徐托鑫 张仲实 碧云成等生活书店管理者的签名 这套史料穿过了战争岁月 经历了共和国岁月 第一次揭开陈锋的面纱和大家见面 赵书雷提到 1957年9月 由沈君如 胡玉芝 徐博新 哥宝全 胡 沈 范长江等组成的 韬盛纪念委员会 在北京举行会议 决定把原生活书店少公文同志保管的 生活出版合作社理事会 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等档案 文件 图片等 一并移交给上海韬盾纪念馆 首任馆长毕云成 代表上海韬盾纪念馆筹备委员会 附近取回了这批珍贵档案 还有很多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没有得到很好公布 我们需要特别优秀的学者 通过并不完整的史料 看到史料背后的人和事 顾卿说 现在大家看民国史料很多 但对于民国史料 我认为第一主题还是抢救 对于史料抢救 我们出版界的工作 就是把它原封不动地影印出来 影印有什么好处 不改 不删 它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最基本的信息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那页 以文 究竟因何停摊陈子善 也赞叹这本书很有意思 在民国时期 生活书店是非常重要的出版机构 生活书店是怎么产生变化 运作的 这在书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不过他也表示 任何一个组织机构的材料 哪怕再丰富 也不可能百分百完整 我们做历史研究的 不能只相信一样东西 要互相比较参政 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 如果只根据一样东西就下结论 那是很危险的 陈子善说 比如有关1935年上海外国文学杂志一文 停刊这件大事 一文是鲁迅晚年花费精力最多的杂志 最初正式由生活书店运行 至1935年9月 出道第13期停刊 鲁迅从此与生活书店结束合作 根据会议记录 当时生活书店运行的文学月刊和太白半月刊发行量 都达1.2万册 但一文月刊每期平均下来 大概是3200份 订户约300个 不少学者由此认为 一文停刊不是鲁迅与生活书店不合的缘故 而是经济市场造成的 根据会议记录 当时生活书店运行的文学月刊和太白半月刊发行量 都达1.2万册 但一文月刊每期平均下来 大概是3200份 订户约300个 如果孤立看这份数据 我们当然可以得出结论 一文发行量不行 是该关掉 但这份统计数据 是1934年生活书店理事会统计出来的 日子是21日 月份不详 我根据前后会议记录推测月份在9月 巧的是 1934年9月16日 是一文的创刊日 创刊号的发行量 恰是3200份 但根据矛盾回忆 一文创刊号后来重印了四次 所以我们绝不能对这3200份迷惑 马上得出销路不好的结论 陈子善提到1977年他经胡遇之介绍 为注释鲁迅书信 而拜访徐伯新 也提问一文停刊的真正缘由 但徐伯新并没有提及经济原因 一文出版的时候 鲁迅专门成立了一文社 一共四人 鲁迅 矛盾 黄元 李列文 从创刊号开始 一文对外主编就是黄元 不过最初三期时为鲁迅亲自主编 一次宴请上 生活书店要求一文把主编从黄元换为鲁迅 鲁迅不同意 当场拂袖而去 第二天 鲁迅叫来黄元 矛盾和李列文 说生活书店出尔反尔 还当场把和生活书店签好的合同撕掉了 并让矛盾转达一文 如果要继续出版 一定要黄元签 矛盾和郑振夺加在其中 提出中间方案合同 还是让鲁迅签 但是杂志还让黄元主编 但生活书店坚持要解雇黄元 因而有了鲁迅与生活书店的不愉快 在陈子善的记录中 徐博新说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这个宴会提出撤换黄元的事 只知道鲁迅让黄元在合同上签字 书店只同意让鲁迅签字 现在我才知道 第二个原因是书店不但不同意黄元签字 而且还要把它撤换 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 怪 不得鲁迅很生气 在那么多信中提到这件事生活书店是进步的 在义文庭刊之前 一直同鲁迅关系很好 记得那时鲁迅也曾对书店较对慢 措次多等提出过意见 但是 这只是一般工作上的缺点 现在义文庭刊这样重大问题上 同鲁迅发生这么深的意见分歧 还从来没有过 我认为书店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 卢许是准确的 陈子善称 义文庭刊 到底是不是经济问题 如果没有更多证据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徐博新的说法 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 历史叙述进入时政阶段 其实历史的真相你很难知道 顾卿感慨 哪怕是当事人的日记 回忆录 也难免粉饰 所以 史料和史料之间是有部分矛盾的 需要使学家辨析 最终得出一些很重要的结论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周一鸣认为 目前民国八卦远远多于民国档案 之后的历史叙述 应该越来越进入 到一个时政阶段 过去一段时间里 我们的研究资料 只能是当事人回忆录 但你会发现 当事人的记录会自我矛盾 不同当事人 因为有不同立场 可能也有记录矛盾 所以现在微信上流传的民国故事 如果你去核对史料 或许会觉得千疮百孔 出版是幕后的事情 由于历史原因 我们也没有那么完整的出版档案 周一鸣笑言 与其说 从会议记录 谈起生活书店的那些人和事 不如说是谈起生活书店里不可告人的事 陈子善说 虽然历史不可以也没必要假设 但我想如果当时徐博新不去休养 鲁迅和生活书店的关系危机会不会发生 徐博新回忆最后讲到 1936年以后 生活书店专门派人把本税送到鲁迅家里去 徐广平回的一封信表示感谢 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到目前为止 有一封保存下来了 就是徐博新写给徐广平的一封信 现存于鲁迅博物馆 鲁迅 博物馆准备把别人写给鲁迅 徐广平的信 全为影印出版 所以 未来民国资料有的进一步挖掘 整理 出版 完善 有些模糊不清 混沌不清的 会逐步清晰起来 据悉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 是涛奋纪念馆 馆藏文献丛书第一种 去年 上海涛奋纪念馆 在建馆60周年之际 启动馆藏资料影印计划 首先影印出版的 是生活书店会议记录 这批档案也分三册影印出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